接着带您来看到 卓西乡由于多数社区聚落 未处穷商匹朗 公共运输交通缺乏 因此结合交通部推办幸福巴士 以弥补公共交通运能的缺口 推办至今已经超过十多年 从早期幸福巴士 现在更增加了浦浦共城 提供多元化的运能 相当受乡亲民众的肯定 不过却也因为人力不足 而务实污点 成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2022年9月5号 转型的卓西乡幸福巴士 2.0正式启动 承揽的卓青社区发展协会 在乡公所协力下 至今总占运里程数 就达到18万公里 搭乘使用人次也大幅提升 成绩亮眼 我想说其实我们 包括局里还有交通部 推出的这个幸福巴士 其实如果能够真正的 带给大家幸福 给大家便利 然后让大家不是待在家里 然后能够走出户外 然后给自己一个健康的 一个生活环境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多数社区聚落街 未在缺乏公共交通运输 穷乡僻壤的卓西乡 向欧所已计划经费 50%配合款 争取幸福巴士 并且筛选由 卓青社区发展协会 产兰推办计划 一年多来 全省唯一客户 共载的幸福巴士 运作良好 商工所也期盼 在交通部的支持下 能持续办理 推办计划的 卓青社区发展协会 从事办步步共成计划 三年多的经验 去年转型成为 幸福巴士2.0 提供偏乡聚落社区 安全便利的交通运输 基本上呢 所有的执行营运管理 都是由协会这边 来去做独立的执行跟管理 那公所的角色 有点像是辅导 辅导协会怎么去 慢慢成立 变成一个非常有 制度化管理化 跟有系统化的一个公司 然后去营运整个交通 卓青社区幸福巴士2.0 推办一年多 今天也办理成果发表会 与会的乡亲民众 以及文件站也都到场 分享这一份幸福的 交通运输服务 优异点就是他们可能人力不够 所以以至于说我们的需求 他们会调度的有一些些 时差问题 时差上 可是这个这件事情就是代表说 我们佐治商真的很需要 就是幸福巴士的帮助 然后司机困 然后就麻烦你 延误到可能半个小时 至一个小时 然后这样做 就是大家互相互相提亮 好 中央交通部法规松绑下 让幸福巴士 尽管运作获得解套 地方承办计划 卓青社区发展协会 认真努力 也交出漂亮成绩单 不过但也因为人力以及经验不足 随着人车尽管 调度上出现物点或物实 造成客户使用上的困扰 乡亲民众也期盼 在新的一年 能加强改善提升服务水准 记者石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 从来自动提升 称步 照获得解套